Hello,大家好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韩团敌不过七年魔咒的原因 所谓七年魔咒 指在2007年或之后出道的韩国组合 在出道七年或更早的时期 就必定会经历成员变动 或者完全解散的现象 过往不少团体都因为七年魔咒而解散 例如GFRIEND VUGUDAN PRISTINE 2NE1 4MINUTE MISS A 等 到底为什么那么多韩国组合都敌不过 这个七年魔咒 1. 立定规则合约最长为七年 在2009年之前 不少韩国组合的合约期都非常长 例如东方神奇的合约期近为13年 因而引发起奴隶合约争议 为了平息争议 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 立例规定 所有演艺人专属合约的最长有限期限 只能为7年 至此之后 7年就成为了韩国组合的续约期 2. 人气不是永恒 偶像组合的人气并不是永恒的 以女团为例 成员出道时 年龄有10-20岁不等 7年之后都变成20-30岁 随着年纪增长 原本建立的团体形象 可能已经不再适合成员 令组合的竞争力降低 不少敌不过7年魔咒的女团 在成名后 空白期的时间都很长 而每次在回归时 又在尝试跟之前不同的concept 这样其实会大大降低粉丝聚集力 一会分散人气 在空白期间 较有人气的成员被分派去做个人活动 但人气较低的成员 则相对只能接获较小的个人活动 令队内的成员人气差异越来越大 所以去到7年续约期时 不少人气较高的成员都选择单飞 3. 队员不合 人气差异 收入分配不平均 支利益等都会成为队员不合的因素 不论是男团还是女团 活动期越长的组合 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 情况只会越来越严重 过往有不少敌不过7年魔咒的女团 都曾经屡次传出不合传闻 例如4mini miss a 而两对的相同之处 都是其中一名成员非常有名 其他成员平平无奇 4. 打造一个组合 费用庞大 要打造一个偶像组合 费用永远比我们想象中庞大 就算三大企划公司 SM YG JYB的新人组合 初到初期都要到处跑行程 增加知名度和人气 如果是出生小公司的新人组合 公司基本上是将所有经费 堵住在一个组合上 所以如果经过7年 组合仍然未有起色的话 公司都只能解散组合 5. 韩国社会追求同质感 KPOK界说的同质感 意思既是一个完整的团体 就算一个10人组合 有一名成员退出 粉丝都会觉得组合已经不再完整 继而脱饭 并不再支持组合的发展 セク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